帅哥 交换个微信呗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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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散开吧 这位小哥哥有主了 美人姐 这是你男朋友啊 也太帅了吧 低调 低调 别客气 既然来了 我会罩着你的 你还把自己名字贴移不上来 东国先生白眼狼 重奋无礼至极 说不定是幸运数字呢 周大少 你来一下 哟 这不是知名美妆博主与美人吗 沙野的活动续不了 来这儿了 是新晋博主夏小姐 看来你还没有看到 沙野最新公布的 推广大使的新闻 真是遗憾 那张官宣照 我可是很满意呢 你满意就好 我那边还有事 就不打扰你孤方自赏了 给我一杯 实在是不好意思 今天靳总有及时缺席了 特地让我来代表他 转达一下缺席的歉意 改天他一定跟门拜访你 哪里哪里 美人姐您能来啊 我就很开心了 我们还得感谢您啊 牵线搭桥 我们才能够认识到李主任 还有我们的庄教授 是吧 来 我给你介绍啊 王总 嗯 这位可就是我们的 于美人小姐 好 好 这位可就是我们大中华地区的CMO 查理王 王总 王总 久仰 哎 你好 叫我查理就行 于小姐果然是人如其名啊 不光是人长得漂亮 并且还是夺节语花呀 正好啊 腊弥的保养品这条线啊 主打的就是全职务 当然 也多亏了跟贵校的合作 也算是强强联合了 还得感谢王总 对我们实验室的大力支持 哎呀 你也是客气了 可惜啊 于小姐你过来的 稍微有点晚 要不然就能看到 庄教授跟记者的精彩对她了 那真是太可惜了 青年长江学者的发言 可不是什么时候 都能听到的 还是于小姐的面子大呀 那看样子 你们是老熟人了 那当然 能开得起这样玩笑的 那一定是熟人 还是非常感谢王总 能给我这么一个 熟悉业界精英的机会啦 好 来 怎么 于小姐不喝酒啊 嗯 年纪大了 不胜酒力 黄总 咱们该上台抽奖吧 好 那我 试配一下 那我先走了 不是 马上抽奖了 你干吗去 行了 老干部东西 要让小心点 你 今晚获得最大奖项的号码是 两百五十号 不客气 送你了 快点 张教授 二百五中奖啦 请获奖嘉宾 尽快上台领奖 张教授这么看着我干什么 难不成是想让我上台 陪你领奖吗 走吧 余美人 好手段 你宫斗局看多了吧 在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呢 你就是用这些小安小慧 讨好庄教授的 用得着讨好嘛 庄教授喜欢的 本来就是我这块 你这什么伎俩 也太老土了吧 我知道把你衣服弄脏 是我的不对 但我是不小心的呀 你也不能把我衣服 也弄脏了呀 大姐 你这演技也太浮夸了吧 你怎么办呢 你怎么办呢 手抖去神经内科 色盲去五官科 有病治病 别耽误了 对呀 对呀 事情闹大了 可别把好不容易 舔来的推广给弄丢了 你 这 衣服都脏了 等着晾杆再走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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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庄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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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才没搞错吧 你是在英玄救美 你想多了吗 这个礼盒你不要了 更适合你 是是是是 感谢庄教授英明神武 救小女子于水火之中 张牙舞爪的 只回窝里喝 刚才那种场合解释了也没用啊 人红是非多嘛 刚刚那个小博主 是最近才火起来的 有点飘 老是有事没事就挑衅我 不过这种时候 我大多数都是占上风的 你有这份心我很感动 不过不要太担心我了 嗯 傻人又傻福 救人救到底 送佛送到西 你这个西装外套 能不能借给我 看 就当是我给你的这个 二五零礼盒的回赠 怎么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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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小姐 王总 您还没走啊 你这个 刚出了点小意外 裙子弄脏了 找个外套遮一下 裙子弄脏了 那没事吧 没事没事 小问题 不值得王总费心 我都说了 不要叫王总王总的 叫我查理 你看 你把裙子弄成这样 这不就是我们东道主照顾不周吗 那不如这样 我一会儿带你去买件衣服 就当是见面礼了 无功不受禄 王总您太客气了 怎么能是无功不受禄呢 要没有你余小姐帮忙 我们腊迷什么时候才能跟华大合作上了 哦 哦 其实是我怕太晚回去没地铁了 地铁 现在地铁这么早就停运吗 没关系 停运了也不怕 我让我司机送你一趟 王总 这不太好吧 这有什么不好的 我不是都说了吗 咱们现在啊 那就是一家人 等等 有个电话 喂 什么 买墓地啊 这种事问我干吗 我去哪里问啊 哦 好的好的好的 谁认得出我 of 嗯 好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猴鸟飞向森林里在光线中穿行